假如投胎容貌可以自己选择 这么多我该选择哪一个呀 不就投个胎吗 你随便选一个就行了 那怎么行呀 我要好好看呢 你看什么呀 反正都是盲选 那这样的话我就随机选吧 我选第三个 第三个呀 好 哇好不用了呀 大美女 我运气可真好 我就选她了 好投胎成功 我来了 这呢还有四张卡片 你可以选一张进行投胎 盲选呀 我不想盲选 我想要当公主 我也盲选我选错了 她的出发戏怎么办呀 那就看你的运气咯 那我就全部看一下 你怎么可以掀开看呢 还好我掀开了 真的有出发戏 我不要这个 既然都掀开了 你看你自己选哪个吧 我做人做够了 我觉得小猫咪挺开的 我就选择小猫咪 好 投胎成功 哎 竟然还有人做小猫咪 我来投胎 好 那你选卡片吧 选卡片 怎么都是盖着的呀 肯定得盖住了 要忙选呀 那我就选 选第一个 第一个呀 好 猪八戒 我帅气的容颜 帅气的容颜 跟你没关系了 投胎成功 我来投胎 你怎么又来了 昨天不是投过胎了吗 我刚投上就被打掉了 哎呀运气这么差呀 本来还是个大美女 看来呀 你无缘做大美女了 这一事我就不要求做什么大美女了 就给我高智商就行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分上 那这个给你吧 高智商的大帅哥 这么帅呀 那我长大后 岂不是校草级别的 不光是校草 智商高达八百呢 那太好了 赶紧给我投胎吧 好 投胎成功 就剩一个大福大贵的了 那就给我自己留着吧 投胎成功 上次转行 转行 在你身上 这敢乱 还会立刻 还跑去 我 我去 感谢观看